现在刘涛的形象就是一个女强人之类的,除了很有能力,可以把事业经营得很好之外,在丈夫争议失败,最艰难的时候人就不离开他,甚至为了他继续出来拍戏玩战的事情,也让很多人喜欢上了他。 而他在家里更是一个温柔的母亲的存在,近年来,虽然他不再像之前那么年轻了,但人就是很好看的,化了妆依旧是个美人。 虽然演技不错,他却不是专业学院出来的,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参加了玩意团,成为了一个文艺兵,后来高考因为喜欢法律,便自己努力学习去学习法律。 可是没想到,最后他还是回到了演戏这个行业,因为想象清纯,一开始的他有了很多的广告,于是他便开始了拍广告的日子,后来一个导演看到了他,便邀请他来拍摄自己的作品。 由此,他才算正式开始了演艺生涯。 一个小女孩,没人买,还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,这些就意味着,一开始他的道路就会很艰难,但幸好他的性格要强最后还是自己坚持过来了。 后来在他最火的时候,他选择了家人,嫁给了一位富豪,本以为日子会很好的,却没想到,豪门生活没过几天,丈夫的工资就破产了,甚至还有了几亿的债务。 但是他却没有像别的人那样,离光抛弃家人,而是勇敢地承担起这个责任,继续出来拍戏问家人还债。 所以那段时间,我们总能看到他去拍摄新戏,去参加节目,他把自己变得忙碌,就为了快点还钱,才终于还清了,而他,也成为了大家喜欢的人。 之后,两个人更是一起参加节目,在节目中,他还是那个温柔的妻子,对丈夫软声细语,而有一次在镜头中的素颜,倒是吓到了大家。 那个时候刚起床,没有洗漱,也没来得及去化妆,他整个人都很没有气色,看起来还很老,有的网友甚至调凯克鼓了王哥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